这次复航空难当中 有三名国军士官兵不幸罹难 先前国防部一度承诺家属会追加晋升 但是现在军方却表示 调查之后三个人都不符合资格 引发家属强烈的反弹 周氏周应廷的母亲就批评军方 只会在媒体前表演 家属们要的不是钱 是荣誉 奋力喊着不要钱 而是要荣耀 这位妈妈的儿子 是陆军特战海龙部队中士周应廷 到台湾出任务后要回澎湖 却搭上复兴空难班机 宝贝儿子没了 军方原本答应要追进 将周应廷升为上市 最后却跳票 让做母亲的破口大骂 假如今天媒体干 我相信我儿子很隆重 你们在做什么 一定要媒体 你们都一定要媒体 我儿子真的很优秀 我们不要钱 我们不是要钱 他当兵当的 什么都是可以说排第一的 批评军方只会在媒体面前作秀 不止周应廷 空难中其他两位 罹难国军官士兵 彭防部义务役士兵杨景祥 以及澎湖宪兵队中校队长蔡明华 通通不符合追进条件 我们目前航特部在从发生事情一直到安排周应廷回台湾这一段 我们都是极力争取各项重忧辅恤 至于最近军官士官任官条例是立法院通过的法案 我们必须依据这个法案来执行各项任务 军方认定周应廷来台湾出任务 结束后先休假才返回部队 不符合追进规定 但也强调已经依照中卫的丧葬费 以及上市抚慰金协助家属办理后事 只不过第一时间军方承诺现在趋有改口 家属心里恐怕还是无法接受 云南tv黄云成综合报道